又软又暖的棉花居然变成了某些人手里又黑又硬的石头 这就像你知道我也知道我只吃了一碗粉 但是到了收钱的时候 看着这些报道我又生气又无奈 这不就是网络暴力吗 当谎言编织的舆论压力成形 不管被网报的当事人怎么解释 看客两眼一闭一睁 接着嘛 既然怎么解释都不听 那我不解释了 这次我打算直接找网报新疆的纳缺人出来谈谈 要摸清这场大型网报的凑花过程 现有的抓手只有外媒的报道 于是我花了两天时间翻出了两家特别关心中国的外媒 这些年来关于新疆的所有报道 2018年前报道都是零散的 大多数时在关注新疆反恐 真正形成系列的报道开始于18年后 这些报道大多都提到了一个词 但为什么外媒给新疆挑选的是种族灭绝呢 别的一提不行吗 当我重新浏览这些页面才发现这群人真的很懂谣言传播的关键 情绪 就像为什么实施强制劳动得是棉花行业 这庄庄渐渐其实都是西方民众的心理阴影 心理学有一个词叫做心理投射 把自己那些世界接受不了的脏水泼到别人身上 这样能激起更大的水花 而这些对标的不正是他们做过的事吗 那大的议题挑选好了怎么和新疆联系上坐实他的呢 很靠我自己实在搞不完 所以我打算出来找人谈谈 我联系到了一个权威机构 我想要的新疆议题炒作路径 他们都有 但是那天我只看到了封面 所以我再争取了一下 第二天我飞速赶到了他的楼下 拿到了这份 我就这样一路回到了潭里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潭里唯一一台带光区的电脑 终于 和我之前的分析差不多 真正的报道转折点确实发生在2018年 相比以往 2018年8月报道量突然分贝 而报道量激增的源头指向了一场国际会议 这年8月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是一中国纽约的情况 外媒对他的报道很统一 说是联合国撰写的报告称 新疆拘留营关押了100万维吾尔族人 我找到了他们2018年的年度工作报告 但是我并没有在里面找到任何新疆相关的信息 怎么回事 我回到搜索页面一个个筛选 时间不对 没有China 没有新疆 这个吗 找到了 在这份会议记录里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只是说收到报告称中国新疆约100万人被关押 我再搜了搜 当时联合国还澄清过 委员会不能代表联合国 也就是说这个报告只是被提交到联合国委员会 就被外媒说成是联合国发布的 更不靠谱的是 这个紧急于八个调研对象的报告 是由这个独立委员会里唯一一个美国成员提交的 而实际报告来源于一个叫中国人权捍卫者的组织 好正义的名字 我查了查他的资金来源 结果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等一下 民主基金会 NED 这不是在香港修理风波里捣毁的组织吗 当时我就发过他们 他们在官网上毫不避讳的承认 美国中情局直接出手干涉别国内政 太显眼 有损美国形象 所以需要一个白手套 仅仅提交了报告 一百万这个讯息 就这样搭上联合国的顺风车 刺激全世界的神经 真是一步好奇 网报的一个议题有了 外媒翻炒的新疆话题都是这么来的吗 信源又是谁呢 我在354页的文档里将提及的所有信源都进行了整理 我怎么也没想到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一个中文名字 2019年12月10日 一位西装革履的德国学者在美国众议院绕场庆祝 一周前同样的地点 国会以407票对1票 通过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美国将向中国施加新制裁 而这位学者趁着东风 当即呼吁开启一条新的反华战线 要求美国调查新疆强迫劳动 德国人在美国讨伐中国 他就是前面的那位学者郑国恩 我带着这个名字回去比对海外报道惊奇的发现 2019年外媒关注亲子分离前 郑国恩发了报告 2020年强迫劳动发酵前 郑国恩发了报告 2021年强制绝育发酵前 还是郑国恩发了报告 甚至前面我认为 中国人权捍卫者是100万的始作俑者 郑国恩却号称比他们早三个月就遇到了100万 这是个什么人呢 为了搞懂他 我搜到了他的推特 脸书 领英 单位地址 电话 甚至是他的邮箱 我本来想主动给他发邮件 但我有点害怕 万一他看到我的邮件 像对新疆一样 给我也定制一份网报报告 怎么办 他会怎么给我定制呢 我想搞清楚他的研究路见 他在干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研究新疆 这种方法可行吗 他得出结论的方式 没有实力调查 没有数据依据 而是推测 我看了看他其他的论文 引用中国脱贫数据 证明中国鼓励新疆贫困户 外出务工是强制劳动 用新疆寄宿幼儿园数量的增加 说明中国加大了亲子分离的力度 这符合一个剑桥大学 社会人力学模式的研究规范吗 按这思路 如果他的研究对象是我 那是不是会找到 我在高中门口的毕业照 再顺着网线找到 我仍在美国灯下飞机的照片 最后得出结论 我就是中国政府 送到海外偷寻技术的实验品 这更让我好奇了 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去扒了郑国恩所有的经历 2016年之前 他和新疆也不能说是毫无关系 只能说是毫无兴趣 关注点都在新疆周边的地区 10年剑桥毕业后 14年入职神学院 中间的四年 除了炒同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的冷饭 也就是和岳父一起写了一本圣经的书 而这些还得靠在德国的一家公司 兼职做程序员的工资来支持 剑桥社会人类学博士 毕业只能跨行干兼职 而且我查了一下 后来他算是回归学术生活的那家神学院 也不是什么正规学院 甚至不在德国官方大学的名路上 他毕业找不到好工作吗 我一个顺手 把郑国恩的同届博士的现状也扒了 有的在牛津当副教授 有的在博物馆当首席策展人 这么一对比郑国恩这个 我联系不到郑国恩 但我在探索过程中 找到了一个和我有同样好奇的人 这位下结论的法国作家叫维瓦斯 他的底气来源于两次前往新疆的实际调研 和对炮制这一切谎言的幕后黑手的了解 不过他的故事我们之后再细聊 到这儿我还是没有搞懂他的真正动机 但我发现我遗漏了一个细节 还记得邮件里的这个收件人吗 他在郑国恩还在纠结西藏问题的时候 给了一个新的指示 查新疆 所以我就扒了这位郑国恩的良师一友 去年澳洲智库控诉新疆强迫劳动的报告 那个我们听了八百遍的谎 他是作者之一 我顺手再把他所在的澳洲智库也扒了 澳洲智库的金主爸爸是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 而这个中心的负责人是前美国中情局CNA官员 看着这线索图你什么感受 但不告诉我 回到郑国恩 2016年后 郑国恩半年内发了三篇新疆相关的论文 就被自由亚洲电台称为新疆问题专家 这么随意 等等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不是CIA建的吗 CIA在冷战创立它 就是用于反华宣传 郑国恩 自由亚洲电台 CIA 那郑国恩和CIA有关系吗 哪里是突破点 嗯 不完全统计 他在詹姆斯敦基金会发布了 一二三至少九篇报告 前面几个引起轰动的大作都在基金会发布 而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也是在冷战时创立 帮助建立这个基金会的是时任CIA局长 那我能这么理解郑国恩吗 名校毕业 郑郑不得志时 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能轻易出名得利的工作 他是不是要拼命抓住这个机遇 冷战冷战 CIA CIA 还有前辈的NED 背后也是中情局 先指使郑国恩在自家平台发布报告 再安排自家媒体认可 配合组织行动 搭联合国顺风车 好家伙 世界是圆的 这是个圈呢 这一圈复盘下来 要策划一场全球性网报 有这么四个步骤 第一步挑选话题 种族灭绝 第二步 制造信源学者发布报告 第三步 民间组织出面进行信用背书 第四步 媒体大规模报道 而CIA在这一整套策划和行动中 公布可没 真是一个巨大的谎 我们常说撒了一个谎 你就得用一百个谎来源 你猜猜网报新疆背后的背后的背后 这些人出钱出力机关陷阱 要造出多少的谎来源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代价来网报新疆 这背后的背后的背后 还有什么大部分 下集 我们继续叫网报新疆背后的那些人 出来谈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